美食逆世操作 业者的脑筋动得很快 把台式的麻辣锅融入日式丼饭 推出了限定的联名餐点 还有烧肉餐厅 推出了折甲游戏 希望能够带动三成的人潮 疫情冲击首当其冲的旧式餐饮业 业者为了拼字旧 竟然把台式麻辣锅放进了日式丼饭里头 板件牛肉大火快炒 在道路火红辣酱 非力表面被煎得进食 而麻辣香气也锁尽肉汁 推出限时联名要一起立抗 景气寒冬 我们主要是百货的店 有受到影响比较大 大概有两成左右的影响 那我们街边店就还好 我想可能是百货是公共场所 大家现在比较不敢出来这样子 希望能够成长两到三成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赶出门 除了开动和鼎望之外 同样合作抗议的 还有金子瓣支柱和季光香香机 推出联名鸡肉洞 限时五天主餐强达买一送一 百货公司冷流减少 餐厅的来客数也减少二到三成 除了联名拼噱头之外 现在烧肉品牌也要玩出新玩法 欢迎光临 鲜红肉片包裹白色油花 在烤盘上冒出阵阵浓烟 即日起限点牛排只要拆重重量 在正负五克之内 牛排就能免费吃 完全命中的话还能再送千元抵用券 要换回两成的消费人潮 带口罩出门 常闷在家里会觉得有点闷 就会想要出来吃个饭 抢着稀客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在中国大陆就有时间以上的门市 还在暂停营业中 而台湾门市的防疫作业也得绷紧神经 除了员工戴口罩上班之外 我们在门口都有提供粮 额温 或者是提供消毒 洗手 用餐都会有稍微独立一点的空间 所以虽然我们是属于一个 是比较像是开放式的环境 但是我们中间都有玻璃隔板 进入餐饮黑暗期 各家业者也得力挽狂澜 希望能够逆势再起 东森财经新闻需要组合昆源台北采访报道